《萬人迷迫咸》澳門拍完廣告即旋風雜港 現身金鐘被粉絲任影吾流勁親民 英國《萬人迷迫咸》日前現身澳門和Angela Baby一起拍廣告 並且在一間英國紅巴士上拍攝,還一起去一趟炸魚薯條 23日她突然現身金鐘一個廣場中的運動品牌專門店 立刻吸引了大批市民圍觀拍照,她亦相當適組 被粉絲任影吾流 柚子碧咸2020年獲邀為澳門一間酒店擔任揭幕嘉賓 但因為疫情而取消行程 她勾過星期四、二十五日即將返回澳門 並且在為酒店參加正式揭幕禮和大型活動 她已在社交網上的限時動態分享了多張前幾天在澳門探美食的照片 酒店更為她送上有她英文名宿舍DB的朱古力,真的很有臉 蓮詩雅婚禮後抱病三週,老公照顧周到 但陳家樂廚藝不好營煲足兼做家務 蓮詩雅Siga、鍾希文、鍾嘉進、鍾宇船 23日出席時上雜誌活動 Siga被問到新婚生活 她表示之前籌備婚禮,大壓力又頻撲 婚禮結束當晚,她和老公陳家樂累得說不到話 感覺一天好像開了兩場演唱會 她自爆婚禮後病了兩三個禮拜,鼻敏感、氣股敏感和鼻鬥炎一次發出 不過Siga說,老公陳家樂真的很好 即使廚藝不擅長,都捉足照顧她,又幫忙做家務 Siga表示,要養好身體型接唱歌工作 問到是不是養好身體就生小朋友了? 她說生小朋友就順其自然,沒有一個落實的做人計劃 不會給自己太大壓力 而且家樂和她都各自有很多工作安排 講到老公陳家樂早前就說笑話 或者將動物月從歐遊改成陪她去馬拉開鬧 Siga就很肯定地說這次不是動物月,只是陪她去工作 不想動物月和工作有關 她又說和家樂在一起,至今除了日本的pre-wedding 其實未正式一起去過旅行 會否選擇從遊舊地去定程節目的地點韓國旅行 她就說可以想想,稍後還會去韓國工作 王祖男下廚炮製大餐賀媽媽95歲大壽 祖傳大臂魚出一切,更搞笑 王祖男在2015年與里亞男結婚後積極進軍內地市場 現在豬籠入水,加上投資有道,頻頻買磚頭獲利 先後扣入多個大埔白石角單位,總市值超過2億 還去了上海數億元豪宅,加上兩個女兒 Gabby和Hailey一家人生活美滿 除了一家四口樂也融融之外 原來日前是王祖男媽媽的95歲生日 一向愛惜家人的她更決定親自下廚 添添炮製了20人份量的大餐 至於王祖男的媽媽,雖然坐在輪椅上 但仍然相當精靈 王祖男的媽媽雖然已經95歲,但健康不錯 除了一般老人家的行動不變之外 似乎也沒有其他問題 無論眼神,反應都一流 仍然是個精靈可愛的老人家 面對真酸投壞送抱,她都顯得非常瘦落 完全沒有半點反應遲緩 在影片的最後,她們來了一個大合照 只見她和王祖男的大鼻似到十足非常搞笑 網民都大贊王祖男又孝順又廚藝高超 又說李雅男嫁適合人 不過有網民錯了重點說 做台高了些應該是你老婆適合的高度 王祖男的爸爸早年幻男去世 但她一直孝順家人,也熱愛家庭 王祖男除了為媽媽獻記外 她在5月20日那天 也有特別為太太煮了心形牛扒和牛舌 令李雅男都大贊老公非常厲害 黎燕山撇得家暴老公辛苦臭大子女 29歲女兒,遺傳媽媽美貌做過凶姐 黎燕山和前夫劉榮離婚後 獨力照顧兩個子女長大成人 最近5月20日黎燕山過了59歲生日 日前她在發言人活動上 已經預告會和子女去日本旅行慶祝 當時她還很開心地說 阿女說會在我生日當日 安排我對著各富士山吃早餐 最近黎燕山在IG大小美照 看到三母子和女女的男朋友 一行四人玩得非常開心 今年已經29歲的女女 劉榮詩和媽媽一樣散鏡 黎燕山近日在IG連出兩則貼文 貼出由東京的美照 她留言說 今天生日願望成真 我的乖寶貝安排了一個驚喜的生日 很開心 上中見到她們整家人在香港機場興奮打卡 去到日本又去了浸溫泉 玩得相當盡興 不過最令人注意的是 曾經成人媽住黎燕山出活動的女女 劉榮詩 素顏上陣依然散鏡 有幾分像媽媽當年參選亞姐時期的美樣 和保養得兒的黎燕山 似足兩姐妹 黎燕山是首屆亞洲小社的冠軍 當時受到亞視力捧 在80年代末期一度投身電影圈 不過在1992年 和有家暴前科的影星 劉榮結婚後就淡出了娛樂圈 而兩個人在2000年離婚收場 當時黎燕山更申請禁制令 阻止劉榮接觸一對年幼的子女 黎燕山之後為了養家 從頭社會轉行做保險業 直到2007年復出幕前 在2017年加入TVB 近年她演出發言人 嚴正追擊等劇集 黎燕山近年接受了 《日日媽媽聲》的訪問 表示曾經怨恨前夫 但現在已經釋懷 她這麼多年來 也絕口不提離婚的原因 更從來不會和子女說 父親的不是 黎燕山經歷多年 新宣終於臭大一對子女 黎燕山和女兒 劉榮絲關係要好 榮絲還常陪媽媽出席活動 還一起接受過訪問 每次出活動 她也會和媽媽一起去集友 但樣子標誌的她 沒有正式入行 有指榮絲曾經做過空姐 還不時在IC放出美照 大曬青春本錢和美好身段 一對美腿比亞姐媽媽更漂亮 陳志生公開小肥仔圓潤衣 努力減肥 幾年間逆襲變斯文男神 現年45歲的陳志生 2016年和現在37歲的宋禧年結婚 結婚兩年後生了大兒子陳如欣 2020年生了小兒子陳坤佑 夫婦兩人先後約本離巢TVB 並以夫妻當的形式轉戰YouTube界 後來還轉型成全職KOL 不要看陳志生公仔瓜瓜 穿在西裝有型有款 但原來她之前是個肥仔 她早前也試過在社交網 曬出一批舊照 近日開通了內地社交網的她 又再一次分享這批舊照 似乎對自己的減肥成果相當滿意 同時也證明肥仔是潛力股 陳志生在英國長大 父母在當地開餐館 陳志生小時候非常肥胖 從她近日分享的舊照可以見到 1988年大約11歲的她 變形圓碌碌 雖然眼大大圓圓有神 但與今時今日的盡量外形相距甚遠 幾年後踏入青春期的她突然變瘦 戴了眼鏡的她 看來雖然有點臉 但已經算是一個斯文英俊 她一路成長就越來越有男神的外表和氣質 難怪她對於由肥仔變成今時今日的樣子非常自豪 再分享舊照 網民都大讚她越老越有味道 陳志生大學畢業後 就在03年回香港 已經變成型男的她 對於娛樂圈的發展非常有興趣 所以轉展後 在06年加入了無線 第20期的藝員訓練班 最初因為她可以說到流利的英語 加入了明珠台做節目主持 及後果一度成為男一 陳志生在2012年與鍾佳欣合作愛情劇《幸福摩天倫》 直到2017年拍完《堅離地外堅離地後離炒》 現在主力與宋禧連做KOL ... ка兒 旁號 時 起